大家好,我是薇薇,欢迎大家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石锤来了,就在全网都期待周扬青能够放版猛料的时候 台湾女星吕亚希公开了她和罗志祥的聊天记录 维维特意查了查这位女星的来路 结果人蛮不红的,属于十八线的野魔的咖位 长相也很一般,绝对不是一眼惊艳的那种 但是罗志祥喜欢啊 自第一次和吕亚希搭讪之后 她就承诺要帮人家卖写真书 不仅如此,还直接的表达了对她的喜欢 你是我的菜,无论外表还是身材 基本上啊,就和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小猪一样 非常能聊,哪怕对方迟迟没有回应 倘若截图没有作假的话 这就是发生在去年五月份的事情 当时罗志祥和吕亚希还没有深聊多久 但很明显能够看出来 她对女生竟已经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占有欲 以后这种性感的照片要给我检查以后才能够发出来哦 然后啊,暖男士的关心作罢便直接就到主题了 看你怎么帮我抒压,我很色的哟 其实啊,自作样轻爆出罗志祥喜欢多人运动的那一刻 类似这样的撩骚,唯唯看到之后啊,都不怎么震惊了 包括这位简凯乐小姐 不认识的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因为啊,也是时候让她给大家露露脸了 还记得周阳青那一篇分手文当中所提到的旗下女艺人吗 这个说出来以后啊,网友几乎是猜都没带猜的 就点名了蝴蝶姐姐简凯乐 周阳青的闺蜜啊,在当天也有专门点赞过带有她名字的微博 似乎是验证了网友的这一推测 直到周阳青本人亲自下场垂死 一开始啊,周阳青本来不想将与小猪有染的女孩子都公之于众的 因为她觉得这种事情啊,肯定是男孩子欺骗在先 但,有些明明认识她还偏要在私底下跟她男朋友当炮友的人 那就得另当别论了不是 是的,简凯乐呢,就是这样的人 出道早期啊,简凯乐在一档儿童节目做主持人 定位呢,是甜美,可爱,深受大众喜爱 即便那个时候还没整容,说话也带有香烟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真实 总之啊,她那伙的综艺啊,弹幕大多数都是夸的 之后,自2011年起,她开始了和罗志祥长达6年的合作 与其一同主持综艺节目《娱乐百分百》 在这个节目当中,俩人曾发生过很多不可描述的场景 甚至互相告白,让人搞不清楚到底是真情流露 还是节目效果,的确是有太多让人无法描述的例子了 至少罗志祥的某些细节可以说明啊,她对蝴蝶姐姐是十分在意的 而蝴蝶姐姐的眼神里面也有很多暧昧的情愫在 这样成长是有一点点不寒而塑的感觉呀 因为算一算时间,简凯乐的出现貌似也不比周扬青这个九年女友的时间短吧 而且在与罗志祥相处的这些年里啊 除了周扬青以外,也就简凯乐与她上过的头条最多了 比如简凯乐过生日,罗志祥送名牌包 大哥这真是每一年都送啊 不仅知道他喜欢的牌子,还了解他喜欢的款型 俩人关系是真的铁,也是真的宠啊 要不然就是被路人爆料 说是看到罗志祥和蝴蝶姐姐一起逛街 看样子是正在恋爱当中 也被抓到过戴情侣配饰,穿情侣装什么的 对女生的安全裤管理非常严格 宛若是男友的身份 要知道,这是周扬青这种正牌才应该得到的关心吧 还有一次在采访当中 简凯乐明明都已经将男朋友这三个字脱口而出了 结果又突然的改口 说是他的老板要求他要好好工作的 说起他们突然变成上下级关系的这件事情啊 也是挺逗的 当年罗志祥刚刚成立经纪公司不久就签了简凯乐 结果没有想到啊 他这一来就成为了整个公司的唯一 整整两年 除了简凯乐 罗志祥再没有签过任何一个女艺人了 这也是为什么蔡康友会说 这公司是就只为简凯乐艺人而成立的 所以呢 关于简凯乐与罗志祥之间的有多么的暧昧 台媒那边再清楚不过了 只是鉴于小猪一贯不爱公开自己的恋爱生活 他们也就只能够默认了这种老板和员工的表面关系 直到罗志祥和周扬青被拍 大家是知道的 起初啊 罗志祥对这段感情也并没有想要做到透明化 公开纯属于无奈之举 所以那边刚被拍到的时候啊 蝴蝶姐姐就在访谈节目当中被攻击了 问题是小S问的 罗志祥公开女友 你是不是心情很低落呀 简凯乐还是一如既往的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 说自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整个环节可以说是一直在cue罗志祥了 蔡康永甚至提到 简凯乐在出笔记尼写真集 说不定就是想要挽回罗志祥的心 而简凯乐从始至终一态很好 不管两位主持人怎么问 他都说自己是快乐冠军 虽说带有调侃的成分在 但蔡康永的话现在看起来啊 的确是值得回味的 因为整场下来 简凯乐就是在强颜欢笑没有错呀 他没有喜欢过罗志祥吗 绝对是喜欢过的 不然呢 在主持人问他 有没有想和罗志祥在一起 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也不会在没有这个回答之后 又特意加了一句太遥远了 不过他的喜欢呢 倒也没有多么的专注 从李佩旭到阿肯 再到秋好奇 这些年以来啊 简凯乐换过不少的男朋友 而且个个都是鲜肉猛男型的 用小S的话来形容就是 别看他表面长得很甜美 你还真不敢想象 他私底下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也是周扬青为什么唯独点名简凯乐的原因 表面装单纯 背地里干婊子的勾当 这实在是男人啊 所以 尽管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维维也十分同意周扬青的那一句 男生哄骗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但我还是认为 一段感情的结局 主导者始终都只能是自己 不是吗 你若不自爱 又有什么资格被爱呢 反而像周扬青这样的女生啊 虽然九年青春喂了狗 但她的勇敢和决绝 一定可以换来一生的幸福和安稳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